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跟大家讲的很简单有九段短短的文章 是叫做人生九五网络文章 但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第一点他说 心甘情愿吃亏的人 终究吃不了亏 因为你能够吃亏人缘当然好的 你就得了很多人脈的方便 人缘好的人你自然机会多 你的人生自然有很多人帮你 有机会一次两次你能够把握得到 那你就成功了 那怎么会吃亏呢 第二点就是 爱占便宜的人终究占不了便宜 因为很多人以为占了别人的便宜 其实人家看透了你的内心 知道你的品性 谁还会跟你接触呢 最多一次半次而已 不会长久的 你看一下 那些一度喝喝吃吃说要买单 就借以打电话上厕所 或者做个动作想拿荷包出来 但动作很慢的 其实这些人 他不是一个聪明人 是一个蠢人 你占了别人今餐的便宜 你占得多 别人怎会跟你一起出来喝喝吃吃 你连朋友都没了 第三 就是深眼小的人 天地大不了 朋友聚会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说你自己 三句不离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这些你完全是莫视了别人的 你只是说你自己的东西 因为你内心空虚 你自私 只有自己 别无他人 那别人跟你相聚 那哪有意思呢 慢慢就会跟你谈的了 好像我在二十多年前 认识了一位朋友 我们三个人一起都出去外面 偶尔吃下一个眼酒 聊聊聊天 其中一位呢 他可以相聚时间 全部讲他的子女 讲他的先生 他完全不问及别人的感受 他重复又重复 结果我另外一位朋友说 我不想再和他一起了 太过烦太过无聊了 那你说了 你的心眼这么小 你的眼中只有你的家 你自己 那朋友怎么会乐意和你聚会呢 第四呢 是要识缘我们才能够续缘 这句话真是挺有意思 因为这是因果的问题 他说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其实我们有缘才能够相聚 他说亲人多半是前世的好朋友 而好朋友呢 多半是前世的亲人来的 有些会带烦恼给你 这些呢 多数是你前世害过的 所以呢 一定要记住 善待身边的亲人 关心身边的朋友 而最重要是 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 因为这些是因果 第五点呢 就是心中无缺叫富 富 被人需要叫贵 其实呢 富贵这两个字 人人都想的 他这样解释也很有道理 因为知足者贫逆乐 我们心中就富有了 当人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 我们就金贵了 人家珍惜我们 他另外又说快乐是一种能力 而不是一种性格 这句听起来好像有点那 但你想真一点也是真的 快乐是一种能力 会令到人家觉得快乐 感染人的快乐会传染出去 人家感受到快乐 自然亲近你 那这个真的是一种吸引力 第六呢 就是解决麻烦的最好方法 就是忘掉麻烦 真的 当我们执着某东西不放 经常记住的时候 这些烦恼 怎会离我们而去呢 你不记得了它 它就不再出现了 所以 解决烦最佳方法 就是要忘掉它了 第七呢 他说笑看风云淡 坐对云起时 每一样都看淡一点 他说不争就是慈悲了 你不跟人争 因为你关心别人 你慈悲 将那样东西给人了 不需要争 他说不争论就是智慧了 因为谣言止于智者 你何需要急急辩论呢 无需要分辨这么多的 不闻就是清静了 如果你以不闻声 自然你不会有烦恼 那就清静了 他说不看就是自在 你看不到烦恼 你的心自然自在了 原谅就是解决 这句最好的 因为很多人执着人家的错处 不肯原谅 你经常记住 是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原谅人就是解决自己 最后那句 知足就是放下 因为你每样都足够 何需要去形形逆逆 放下就是了 第八呢 是要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为将来 不念过往啊 即是说呢 你把定你的心 不要为情而烦恼 将来的事将来算了 过往的事也不要理会 就是活在当下 最后那点呢 他说我们今生注定 什么都带不走的了 那就是活在当下 笑在当下 还要 嗯在当下了 这篇简短的文章 很有启发性 我很欣赏 希望大家也会 慢慢去咀嚼一下它 多谢你们的收听